大家好,我们现在在尼斯路边的一家咖啡店里吃早餐 然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边的服务员基本上都不说英文的 然后服务员真的超难教 不管是点餐还是买单都超难教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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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来到了一个新兴的赌场 就在这个赌场外没有很多好车 然后也没有看见 然后我们现在晚上到了一家越南餐馆吃饭 因为比较想吃点热的东西 这个汤闻起来酸酸的感觉还不错 发现来了以后呢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职场搅睡 就在吃饭上经常被人坑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没有在景点去吃饭 我们是找了一家很普通销箱子里面的很普通一家餐厅 结果非常好吃 你看东英公汤非常正宗 我点了一份才12欧的汤锅海鲜饭 饭在旁边一整个汤锅里面全是汤锅 才12欧 回想昨天 然后我来给大家把这个餐厅的名字拍一下 然后你们可以做参考 就蛮不够的 然后大家看这个十几欧的这个饭 他还可以做一个摆盘子 老师儿可能并没有很简单啦 不摆盘子 挺用心的 然后餐厅装饰还不错 很有地中海 风情的人都多 我们已经吃完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盘子的干净程度 这家真的非常好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